嗨,大家好,我是极速汉语卢旭峰 上一节我们讲了测验的方法和作用 这节课我们谈一下学习策略的问题 百度上对学习策略的解释是 所谓学习策略就是学习者为了提高学习的效果和效率 有目的、有意识地制定了有关学习过程的复杂方案 还有一大堆学术化的解释 我觉得简单来说 就是为了达到学习目标 制定的学习计划 2008年加拿大著名作家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 在他的作品《异类》中提出了1万小时定律 认为人们想要成为某个领域的专家 至少要花费1万小时以上的练习才能达成 专家研究后发现语言学习 当听说读写累计达到1万小时之后 基本就可以说是完全掌握了这门语言 并能够毫无障碍地使用它了 当然并不是每个人学外语都想成为外交官或播音员 绝大多数成年人学习外语的目标都比较明确 就是为了赚更多的钱 那么如何实现这个目标就需要一个策略了 你可以选择一分钱不花 每天闲了就看外语的电视节目 也有人选择找一个外国的男朋友女朋友 抓住了整晚聊天 也有人喜欢报一个培训班定期去上课 有人选择在线学习充分利用碎片时间 这些学习策略并无好坏优劣之分 只要适合自己并且能切实达到学习目的就可以 但是人们通常在选择策略的时候犯一些错误 因此希望通过这个课程帮大家避免这些问题 首先有人觉得现在网上资源这么丰富 而且自己已经能说多种语言 通常会选择自学 可是学习语言 特别在入门之前是非常枯燥的 没有钢铁般的意志力很难坚持下去 因此选择自学99%意味着半途而废 只是毫无意义地浪费一些时间 第二种常见的错误选择是免费学习 就算有人愿意免费教 也最好不要接受 因为免费得来的东西不知道珍惜 放弃了也不会觉得可惜 而且会辜负对方的好意 浪费双方的时间 第三种是不进行系统的学习 如果你已经身处国外 被那种语言环境所包围 那么无需系统学习 顺其自然就好 而除此之外 找一个朋友通过闲聊对话的形式学习 效率是非常低的 因为你们双方都不知道哪些是你会的 哪些是你不会的 有很多老外和中国人结婚了十几年 来来去去能说的只有打招呼的那么几句 而无法完整地表达自己的思想 第四种是灵敲碎打的学习 有人觉得我只要累积够了一万小时 就可以学会了 所以每天只要坚持在学就可以 但是这种就低估了遗忘的威力 虽说通过不断的学习 是可以将遗忘的时间拉长 但是不要忘记 复习也是需要花费时间的 用于复习的时间越长 那必然用于学习的时间就越短 大家想一下 每天花四小时的人 和每天学一小时的人 大家都累积到一万小时的时候 谁说的更好呢 第五种是没有明确目的的学习 有的人说我就是爱好啊 不想靠这个赚钱 那么除非你已经退休 要么是富二代不愁吃喝 否则这种学习态度是无法学好语言的 因此我们认为 学习语言最有效的策略是 短期付费学习并且学以致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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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一般情况下 线下的培训班效果好于线上的 因为几个人坐在一个教室里 可以形成一种场效应 对学习能力较弱的人起到带动作用 在线授课时 学员最多不能超过四人 否则时间无法有效分配 老师也估不上那么多人 所以一对一是能够最大化 利用时间的学习方式 可是成本较高 但是一分付出一分收获 如果想在最短的时间内掌握一门语言 这无疑是最有效的学习策略 这张照片是在马来西亚的纳明岛拍摄的 在近十公里的无人海滩上 横握着这根宝金沧桑的巨木 其囚禁的姿态和后面充满生机的树木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好了 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 大家有什么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我们下次课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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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